到底要選哪一顆? 寶貝再一顆 咳 我說的是滑油器吼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不過我說的是滑油器 嘿大家好我是水他 相信經過上一期的影片 大家應該都會蠻好奇自己車上的滑油器是哪一種形式的 然後這邊就放一下影片 那這個是愛將的滑油器位置 不過就是國產單鋼擋車的滑油器基本上都在那邊 大家買的很有可能都是二手車嘛 他已經前一手可能已經作為商用車 幫無數的冷氣行還有瓦斯行回了本 他車上的零件有可能不是原產的 然後滑油器有可能換成其他顆 那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車上的滑油器 它是什麼廠牌的是什麼形式的 對可以自己好奇的話可以看一下 那為什麼我上一期影片就會一直強調就是不同的氣道 然後不同的法體 會對氣流的流動產生不同的影響 原因就在於換油器公油的車輛 它的進氣也會影響到它的公油 就它就不像噴射引擎的車子 它的汽油是由汽油幫浦加壓然後噴出來的 所以氣體的流動效率也會影響到你的公油 所以高轉或是低轉就看你兩邊怎麼去取捨它 那我這兩個禮拜在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就稍微想要看一下就是國內有沒有論文在研究就是化油器氣流的 欸就剛好被我找到就是剛好有一篇叫這個 機車化油器結流法體內流道流場數值分析 那因為它成文時間比較早 然後再加上這又是一篇學術論文 所以它的用字前詞就會比較文言一點 那我再錄一小段然後我稍微解釋一下 我直接念結論好了 因為前面我就幫大家做一個統整好不好 它就有提到就是結流法屬於引擎進氣道之一部分 其設計的良語影響引擎整體性能之表現自聚 好我受不了了就是 那個語我甚至還不會念我要上網查 我已經N百年沒有用過那個國文詞點了 然後我還怕國文詞點它還跟不上教育部更新的速度 對那它這邊就有說到就是它化油器結流法 如果是在噴油嘴的上油 它就是希望那個氣流是盡量是乾淨的 它中間的氣道盡量不要有任何的干擾物 那會產生溫流 那如果是在噴油嘴之後 它如果是在煮噴油嘴之後 那像是負壓抹壓抹化器的蝴蝶法 就是在噴油嘴之後 那像那個蝴蝶法就會讓氣流產生溫流 那那個溫流會有助於油氣混合 但是它有說那個溫流不是隨便產生 那是需要經過設計的 所以理想情況下 如果你要為了高轉的話 應該還是要盡量保持整個氣道的暢通 因為只要有溫流的話 氣流就會慢下來 然後連帶還會影響到它周邊的氣體 好那大家可以來看一下這張圖片 這張圖是我自己做的 那我自己就把化油器有幾個特性 然後把它分類成它利於高轉跟利於低轉 那當然這是一個光譜啦 就是它不是一個很嚴格的切分 那就是在髮體造型平板就是利於高轉 然後低型會在中間 然後圓形的會是比較利於低轉的 氣道造型的話 氣道截面的話就是 圓形的話它因為會有最大的截面積 那在高轉的時候會有最大的進氣量 那椭圓的話我上一期影片有提過 就是它比較窄的下半部就可以保證 低轉的時候氣體的流速 那讓它的低轉扭力會得到保證 那可是在高轉的時候 這個就會限制它總體的進氣量 氣道的乾淨程度稍微抽象一點 可是就像我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你的氣道內盡量不要有突出或干擾物 或是有凹陷的地方 因為氣體其實會盡量貼著邊 就是它會貼著物體的表面走 它有個黏制性 如果你的那個縫縫夠窄 或是夠短的話 它其實對於氣流的表現 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 那我這邊準備了幾顆 就是國內改裝化遊戲裡面 算是比較常見常用的選擇 那第一個就是 網畫 所以生平不時沉浸然 變稱英雄也枉然 如果你對動力改裝有興趣的話 然後你還沒有聽過網畫 那你也算是白混了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的構造 那首先呢 它是一個直拉的結構 它的油門線是在這邊 就是直拉的 它的氣道中間並沒有蝴蝶髮 那它除了是直拉之外 然後它又是圓形的髮體 對 然後看它的氣道乾淨程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髮體抬起來 我們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它的 髮體做的比較 直徑做的比較粗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髮體直徑做的比較粗 那在兩側的部分呢 我有用這個手電筒打光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到 兩側有露光的現象 那其實這個方法可能不是很準確 只是給大家一個概念就是說 你光都會露出來 那何況是氣體呢對不對 其實這個是在 閥門沒有全開的時候 它氣體就會有些微的氣流 從兩側露進去 那那部分的氣流 就沒有辦法參與到吸引油氣 那對於公油的幫助就沒有那麼大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它的造型 會沒有辦法那麼利於高轉的原因 就它只有在可能 閥門全開的時候 那兩個縫縫才會消失 但即便是它閥門全部抬升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氣道 因為為了要 算是為了那個閥門做妥協嘛 所以它的高陷程度不一 然後有些距離其實說實在話 還算蠻大的 那它的油增做 其實還算沒有很高 它的突出高度沒有算很高 所以它的氣道乾淨程度 我覺得還算不錯 我們覺得還算不錯 好那我們就來看到下一顆 OK那這一顆就是PD30 那PD30的話它一樣是圓形髮體的直拉化油器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它的閥門 直徑是做的比較小一點的 那根據我不專業的推測啦 它比較小的閥體應該就可以讓它的氣道的密封性 做的比文化再更好一點 但是這就是一個設計上的妥協 因為你中間的這個閥體變小了嘛 那就是你在進氣的時候就會變成說 你大接小然後小而接大 那你這樣氣流一塊一慢 就是設計上的話 可能就是為了中低轉再做妥協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進氣這邊 它的進氣就是做一個橢圓形的 那橢圓形的話就我有講過嘛 就是為了一個中低轉的反應要比較良好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是做這個 它的主峰門是做這種控制氣流的 主峰門有主要就是兩種形式嘛 就是控制氣要不然就是控制油 就是要不然讓它多噴油 要不然就讓氣流流進來的少一點 那它這個主峰門的設計 就有點類似蝴蝶閥的概念 所以你看它的這一道截面機 就是實實在在的就擋住了氣流嘛 然後它有螺絲啊什麼的 所以對於進氣的表現可能也會稍微有影響 可是就是如我所說 這在中低轉的時候是有利於油氣混合的 但是在高轉的時候這也變成限制 限制氣流量的一個因素 好那我們就再看下一顆 好那這一顆是PWK KHIN的PWK 那它是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直拉的 然後它的法體造型就是D型 我打算半月型 然後它的氣道是圓形的 就是王話跟PWK他們的氣道都是圓形的 然後PD剛剛我講過嘛 就是它是橢圓的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它的氣道乾淨程度 其實還不錯 我來看一下它的油針座 油針座也是稍稍的高了一丟丟 然後它閥門的密封性的話 就是我在做手電筒光照測試的時候 其實兩側露光情形就沒有像王話那麼明顯 那我相信就是它在發體兩側的那個造型 應該是有助於氣流的密封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閥門上面 它為了容納它油門線的那個末端 它有開了一個洞 就是大家可以想見嘛 就是那個氣直接衝到那個閥體上的時候 也是會順著那個洞 然後稍微被噴走 那我相信這也是D型閥 沒有辦法像是平板閥 在中高轉的表現 沒有辦法達到像平板閥那麼好的原因之一 不過有依說依啦 它的兩側的那個凹陷 然後還有那個距離 其實就比王話再好一點 我相信這也是為什麼D型閥 它就是融合了平板閥跟原型閥的兩個優點 它就是兩邊都有一點好處 可是都沒有做到最好這樣 好那我們就再看下一顆 這一顆我手上的是 暱稱小紅頭的TM26MJN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一個直拉的設計 直拉的設計 然後它的閥門就是平板閥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氣道 其實它的氣道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表面是有做這個 有做處理的 它其實摸起來算是蠻光滑 所以它氣流在流金的時候 就不會有那麼多的阻力 所以它整體來講就是 為了高轉在設計的一顆化合器 那你看它的閥門旁邊 還有這個金屬的座 那這個就是填補了那個氣道的縫隙嘛 它盡量讓那個縫隙減到最低 那即便氣流會有影響 它也是盡量讓那個影響降到最少 所以它的氣道乾淨程度 真的是這幾顆裡面 算是做得最好的一顆 大家還可以看一下它的油針座的這個部分 它的油針座是做得盡量貼平氣道 所以它在高轉的時候 那個氣流快速通過的時候 就不會遇到什麼阻力 然後產生溫流 就真的是一個很棒的設計 然後在上一期影片 我有說到就是平板法的 照我們就是在中低轉的表現會比較差 可是因為它有中空油針 那這一點的影響 也會被中空油針給彌補掉 所以平板法加中空油針 真是一個極大層之作啊 好那我們就再看下一顆 好的那我手上這一顆是 YAMAHA很多以前的車種都會裝的 Mikuni的BS26 多多讓我懷疑 是不是Mikuni高層手上有 YAMAHA的高層的裸造 才會一直選用Mikuni的話有提 好啦不過這是開玩笑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BS26的劍氣道 我們先看一下它外表 就是你看它只有26mm的口徑 可是就是它整個體積是非常的巨大的 就是因為它上面 它施不可免的就需要有這個 比較大的頂蓋 然後去容納負壓膜 然後來看一下它的氣道 它的氣道 其實你光看它上圓的這個地方 它為了要分流給負壓膜 去做負壓平衡 所以它這邊的氣道 就已經天然的會比較沒有那麼的平整 它的氣道又是橢圓形的 然後它的法體又是圓形 所以整個利於低轉的因素 它就佔了兩個 所以它在高轉的表現上 會比較差強人意 也算是可以想見的 然後另外一個點就是 你看它的蝴蝶法打開的時候 它還是會在氣道裡面 那即便是全開的情況下 你看它又佔了那一橫的面積 然後它又有那個螺絲啊 然後又那個轉動的那個軸心 又佔據了一些面積 讓那個氣流會更不順暢 但的確就是 在中低轉的時候 這可能就會比較有利於油氣的混合 但是 這個在高轉的時候 都會成為限制轉速的一個因子啊 那看一下它的 法體兩側的平順程度是怎麼樣 其實它法體兩側的凹陷程度沒有很高 只是說它的 它的那個凹槽的寬窄 還是呈現一個不一致的情況 那這個 可能影響沒有到 沒有到非常大 因為它 我摸起來 它也是盡量把 它那個邊緣修得比較平潤 對 可是 你看它的 它的那個法體的地方超窄 那這個就是 在低轉的時候 有利於氣體的 速度比較快啦 可是 在高轉的時候 這個面積這麼小 就是會限制那個氣流量 然後它的油針座真的是 要太高耶 很高耶 你看它本身口徑已經這麼小了 然後它的油針座做這麼高 不過它還是有好處吧 它的好處就是 它有這個 敷壓補償的機構 然後 它又有加速泵 可是它的加速泵 噴油量很少 就 有點可惜 然後 我上一期影片有說到 就是 負壓模範化油器 你在退檔補油的時候 會有一個頓挫感 然後在瞬間被拉扯出去 就是 會感覺你拉開油的時候 會像這樣 就是 就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 你的油門線 拉動蝴蝶法打開的時候 這個時候 會同步帶動 加速泵噴油嘛 你看喔 它那個連桿的機構就這樣 然後它就會 帶動 那個加速泵噴一口油出來 可是這個時候 你的蝴蝶法打開了 可是你的髮體 其實是還來不及上升的狀態 所以你那些油 會全部 不能說全部啦 可是可能大部分都會 被射在那個 髮門上面 然後再慢慢流下來 然後跟著後面的氣體 再一股腦衝進去你的引擎 所以你的引擎會一開始會 有一點點稀薄 可是後面又補了一坨很濃的油氣 然後就是 就會有這種 你的體感就是 你的轉速感覺好像掉了一下 然後瞬間就 嗯 就是這樣 就這樣出去 被扯了一下 但是對於你的車身動態表現來講 當然就是一個不利的因素嘛 因為你期望你開油的時候 那個動力是要隨傳隨到的 不是有那個鈍叮 然後再 而且那個扯出去的力量 就看你的加速泵噴油量是多少 對 好 那我們就再看下一顆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這個 CVK30 也算是蠻熱門的改裝滑油器 但它也是負壓膜 然後它的氣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 一樣是橢圓形的 可是它的髮體比較特別 它的髮門的話 它是做這種 平板混合圓柱的造型 就可能也是類似D型法 就是它的混合效率可能也是 坐落在中間的位置 那可能的確這也是大部分的體感 就是改裝了CVK之後 會感覺轉速提升的速度有改善 那可能就是這個混合的效率 也有得到提升 它的這個平順程度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它的油增座 相比於BS26來講 它的油增座高度比較低一點 它的優點的話 就是它的加速碰油量其實 比BS26多上不少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瞬間開耳的時候 加速力量會比較迅猛的原因之一 可是就是老話一句 就是它還是跟不上你油門轉動的速度 因為你油門牽的就是蝴蝶法 就是你牽動的永遠是蝴蝶法 然後你閥門的上升 永遠是滯後於你的蝴蝶法 那這點來講就是 會對於你的操作 會覺得比較可惜 可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那這就是 對於油門那種忽然的輸入的操作 就不會直接轉移到閥門上 容錯率會比較大 可能這是一個比較有利於新手的因素 好 那除此之外 可能就是省油吧 可是如果你可以沈得住氣 你騎直拉化油器的車 一樣把油門開度定在那邊 那其實直拉化油器並不會比較好油 那我們就來談談為什麼 原廠會配複壓膜化油器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是不是四行程車都會配複壓膜 其實我有個例子 有一代名車 CB750 本田的CB750 它的生產時間就從1960年代末 一直生產到1980年代 那它一開始其實 1969到1976的車 它都是採用直拉化油器 那之後就因為環保法規的關係 它就沒辦法 因為直拉的它的排放表現沒有那麼漂亮 那它就只好改用負壓膜 所以廠商改用負壓膜最主要就是 它可以讓它的車子進去上市領牌 那它發售才有辦法賣得出去 不然如果你連上市的最基本的關卡都過不了的話 那彈何就是發售呢對不對 好的 那剛剛看過就是這麼多顆化油器之後 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來回答一下 我們上期影片最後的結尾問題的大哉問 就是王話到底適不適合四行程引擎 就我講過CP750的例子了嘛 就是它原本是直拉化油器的車款 然後它也是四行程 它只是後來因為排放法規 所以變成了負壓膜 PE跟PD我覺得它的差異 因為我這邊有猜 它的油底殼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它的下面的結構就是一致的 只是它的位置有點不同 所以它一樣是主噴嘛 復噴 油嘴號碩問題就是牽涉到調整了嘛 結構上的差異的話 我覺得一個就是差在它的注塞 跟它的氣道截面形狀 一個是 王話的它的氣道截面形狀是圓形 那PD的話是做橢圓形 那就代表說它側重的轉速率不同 就是它的法體的直徑 一個做的比較大 一個做的比較小 比較小的 因為我看起來它的密封性 可以做的稍微好一點 那可能就是為了中低轉速的時候 它可以讓氣流更平貼的往下走 可是你中間如果說了那一道的話 就代表說你在中高轉速率的時候 你氣流要快速流通的時候 就要先擠過去 然後它到了後端之後 它又放大 對就有點特別 它的主峰門又是這種實體的主峰門 就是它橫更了一片在氣到前面 就是所有流進去的氣都會產生溫流 的確就是它整體車機就是側重於中低轉速率 對於低扭相信是有幫助的 只是在高轉的部分 相信是會受到因為這個結構關係 受到限制 所以頂多就是說 兩顆換油器的側重轉速不同 基本上理論上面是可以支持說 玩畫是可以裝在四隱身引擎上的 也有許多店家實裝的案例嘛 就是 車其實是又順又會跑 那如果你 你的車裝的玩畫 就是什麼跑起來不順啊 然後什麼很難發啦 我相信十字八九應該都是 調整的問題 不然就是你車其他地方 有問題需要整理 如果你車裝的玩畫 騎起來 會不順 那應該就是調整的鍋 好不好 並不是畫手機本身的結構有問題 另外一個我想到的點就是 可能因為 玩畫它出廠的default setting 是給二行程車 所以它的油嘴號數會配的比較大 那如果你直接裝到四行程引擎的車上面 你那個油嘴號數那麼大 那你那個車一定是狗幹難騎 那可能也不好發 然後可能也不會跑 那我得說那個就是調整的問題了 並不是說它怎麼天生結構上 有一些決定性的差異 讓它沒有辦法被裝到四行程引擎上 好的 那我們就來做這個問題的回答 因為我上一期影片 有一個觀眾留言 他就是說 他現在騎的是雲豹223H 然後配上的是CVK30 他感覺太溫馴了 然後他最近在思考要不要改 TM MJN26或者是YD MJN28 可是YD的話它是給那種水平氣缸的車改的 就是那種蘇克達那一型的 嗯...你可能研究一下好不好 你再研究一下你的車 因為我感覺YD的話你應該是用不了 好那我這邊就是給大家一個 算是改裝的大方向 就是化學器的選擇 你首先就是你要選擇你要直拉還是負壓 因為這兩者的操控回饋管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喜歡騎車 我基本上我就是建議你就是換直拉啦 就是如果你想省油的話 那你就直拉 然後你油門不要打太開 那就好了 那你還有得選 對不對 如果你突然緊急的時候 你需要用到動力的話 那你還可以有那種隨傳隨到的動力 嗯...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看你的引擎CC速嘛 然後你的引擎轉速設定是那種高轉車還是中低轉的 然後這接下來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點 就是你的鋼頭進氣道的口徑 就是我們會希望說 你的從化學器段然後到氣管然後到鋼頭 你那個氣道的口徑要嘛是一致的 要不然就是油大到小漸減的 因為你油大到小漸減的話 好歹它那個氣流是這樣被壓縮 然後它會被加速 它會這樣... 它這樣可以被完整的... 就是一股腦衝進去你的鋼頭 你不要有那種什麼... 你的外面化學器的... 口徑假設是... 三四好了 然後結果你中間的那個氣管的口徑是... 只剩三十 然後結果你到鋼頭的部分又剩三二 那你就這樣快... 快...欸? 你的氣流就是這樣... 由大到小就會加快嘛 然後結果由小到大然後又會放慢 就是這樣咻咻... 就是... 就是那個又會造成進氣阻力 那我們就盡量... 希望可以撇除這些音質的產生 所以就是希望整個路徑要嘛是一致的 要不然就是由大到小的 然後再接下來的話就是... 看你想要什麼法體造型 看你是想要圓形法 那或者是D型法 或是平板法 可是這又牽涉到說... 呃... 不同法體的化學器調整的難易度又不一 那可能就要看... 你長期配合的店家 或者是長期配合的技師 他們比較擅長的領域在哪一塊 那這個就... 因人而異 這個我就實在沒有辦法幫你回答 但是我得說... 就是... 以這個平板法 然後中空油針 的確這個... 呃... 氣體流動的效率 或者是在中低轉的... 轉速反應上面... 中空油針加上平板法 是... 蠻良好的 我得這麼說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今天介紹了這麼多 直拉化學器 我都沒有... 提到就是有加速棒 或是有... 負壓補償的直拉化學器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化學器就是... 咦... 難道這就是直拉化學器的巔峰了嗎? 難道它最多就這樣了嗎? 其實有化學器 它甚至有TPS 它甚至有負壓補償 然後它也有加速棒 那到底是哪顆呢? 這個又是一個long story 然後就放在下一期影片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每日對決的感覺 就是一個很神奇啊 如果有猜到的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 然後... 留個言 讓演算法可以把這支影片推播出去 給更多人看到 Make Algorithm Great Again 這個也是一種Mega 不知道會不會被黃標 好啦如果有被黃標的話 那就... 下期影片就不做了嘛 這就是一期唯一的粉絲項福利 有看到的就是... 算你賺到 好啦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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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 Evil